敘利亞人權遼望台表示 俄羅斯支持的敘利亞軍隊已控制整個阿拉伯老城 敘利亞人權遼望台監控及報告敘利亞內戰 指出敘利亞軍隊星期三清晨佔領了老城附近的兩個城區 支持反政府武裝從飽受戰爭創傷的阿拉伯東區的最後陣地撤退 該組織星期二表示 政府軍士兵控制了老城的幾個街區 包括反對派烈量及公民社會的指揮中心阿薩爾 阿拉伯老城的淪陷是政府軍上個月底發動重大攻勢的決定性勝利 目的是將2012年以來一直佔領該地區的反政府武裝從東阿拉伯趕走 這個亦都標誌著阿薩德總統領導的政府 在目前已經五年的內戰衝突當中取得到重大的勝利 官方說他們現時控制至少阿拉伯東區75%的地區 當地曾經居住至少25萬人